校长 这位老师 这位同道们 大家下午吉祥 相逢即是有缘 大家在疫情过后共聚一堂 我们一起走在教育的路上 我们也是互相砥砺 互相切磋 我们是一个教学的团队 我们共同的目标 把我们的学生培养好 把下一代培养好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解决 我们也要有信心 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 我们的祖先智慧是很高的 我们要有这个信念 看看大家有没有要提出来的问题 或者您要分享心得也可以 体会也可以 有请 谢谢 校长 老师 所有的校长 副校长 还有行政人员 还有主奔单位 我是来自撒拉耶稣的正理国 我这里有个问题 好像我们的华小的课本 我们华小课本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 中华文化 传授中华文化的这些元素在里头 我本身也没有去走进去去了解 今天我看在旧的很多校长 还有包括我们的大叔李校长在 是不是这一块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关心一下 据我所知道 华小的华语课本里面的内容 对中华文化的这一块很少 是吧 请李校长回答一下 谢谢 还是习惯这样讲话 谢谢我们的郑会长 郑会长是沙巴四五的 沙拉越四五的地主体中心的会长 我们时常有联络 互相的学习 这个问题我们是没办法了 一定要回答了 我看见好不好 因为我究竟已经是退休了十二年了 虽然说还是关注学校的这个事情 但是还不如我们现在在职的老师跟校长好不好 我先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 第一点 我发现到 我发现到 假如拿现在的华文 课纲 课本 跟以前我们那一代 人 的课纲 课本 讲呢 肯定 中华元素已经是 减少了很多了 很多了 课一些这样的故事 比如说司马光的故事 孔荣让离的故事这些 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很多 很多 我的时代是指五十年代了 这太久太遥远了 不过后来当了老师 当了校长 就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二十年代就退休了 那么从课纲的因素来讲 这肯定是减少了 我们大家 其实在这边 除了 除了 除了来自国外的 朋友 或者是那些 没有在学校里面 工作的人士 那么其他我们在场的 我可以说 应该是八九八千都参与学校 都明白 我们的课纲 是所谓统一的课纲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课纲 是指 华小 国小跟大 弹小 三种语言 其实都用 差不多同一个课纲 只不过在课纲里面 有一些不同 就是说 有一些 这个华人的因素 有一些是印度人的因素 在里面 那么有一些是 这个马来人的因素 在里面 总体的来讲 马来西亚的 这个教育原则 是 统一 就是说 他们呢 都采取一个 就是 共同的 概念 我们讲的就是 这个是 Universal Values 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他们是 遵循这样的一种 观念 他们呢 就是说 我们身在一个国家里面 就 不需要 太多这个不同 太多的不同 不好 所以 尽可能 能够 大家都 有相同的 因素在里面 所以 这个是他们 这个 所谓的 课程委员会里面 所坚持的一个原则 详细的我等下 我就请 在座的 校长 或者是 副校长 谈一谈 我们 现在的 这个华文课的 课感 好不好 另外一个 我比较 清楚的 就是 道德的课感 因为 我退学 2011年开始 就跟 和这个 子兵学长 我们两人呢 就编制了一套 德行教育的教材 所以从 2011年 我们用了 六年的时间 每一年呢 根据 我们的 道德课纲 来编 这套 教材 一年 就编一个年级 到六年之后 我们就完成了 小学的 这个 道德课纲 那么 在我们 编制 这套 道德课纲的时候 才发现到 原来 从一年级 到四年级 我们 都用 同一个 十四个 这个叫 我们讲 十四个价值观 十四个 这十四个价值观 是 这个跟 弹小一样的 跟弹小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 教育局 教育部 所规定的 这十四个价值观呢 他们称之为 Universal Values 就是普世价值 好像 合作 团结 努力 这一类的 这些 价值观 那么 就针对了 这个课题 我们当时 我就 代表 校长职工会 去见了 当时的 教育部长 也是后来 我们的 首相 Dansley 哎呦 我都忘记了 他的名字 糟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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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对 是吧 Dansley Mu Yitin 对了 对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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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hamu Yitin Dansley Mu Yitin 啊 Mu Yitin 那个时候 他做 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 Hishamu Yitin 在之前 这很早了 我们呢 就把这个 Dansley 完整地 翻译成 国语 事先呢 交了给 他 去研究 然后就 借鉴我们 借鉴我们 我们的用意 是 第一 这个 道德 这个科刚啊 只有十四个 价值观 并不能 符合我们 华族的 需要 就刚才我讲过的 因为那十四个价值观 都是普世价值 没有说 需要 能够 怎么讲 能够应对 我们华族的要求 那么 要栽培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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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的 儿童 所以呢 用同一个科刚 希望 他们能够团结 一致 栽培 一个新的 马来西亚民族 这个是当时 他跟我们讲的 他说 我看过了 你们乘上来的 教材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 这个是 你们 华族的 材料 假如 我们接受了 华族的 这个 怎么讲 在 华族文化基础上 所带来的 这个材料 就地址规了 那么 下个礼拜 印度族群 也 介绍他们 印度族群的 他们 本 本有的 这个文化的材料 又说说 他们想 要 多读 他们 印度族群的 这个材料 接下来 马来族群又来了 那个时候 他说 他说 我们的书本来 已经这样厚了 可能这样厚了 他的 说明是这样 说明是这样 他说 我们就因为 是统一的教材 所以呢 我们就不 不但能够 可以接受 个别 这个教材 因为 到底 华人 印度人 跟 马来人 的文化 习惯不同 所以呢 是不但能够 在那个统一教材 的前提下 来 勇纳 各自的 这些 所谓的 很好的内容 但是他讲 你们华校 或者是 丹苗学校 或者是 马来学校 可以 他讲 可以 在你们 课外的 活动里面 课宜的 时间里面 去 学习 去研究 你们 跟个别的 教材 所以说 过后 我们就在 全国 推广 这个地址 规的 学习 其实 我们是在 间接上 虽然 没有 一封 韩信函 来 告诉我们 说 在华校 可以 推广 地址 规 但是 我们 有 口头上 的 隐落 口头上的 答应 说 你们华族 假如有需要 你们可以 在你的 华校里面 去推广 你们认为 好的 这个教材 所以 我就在这边 跟大家 聊聊 这个 他的背景 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样的情况 在马来西亚 他们讲 刚才我讲过了 因为 我们族群 的关系 相信 不能够像 其他国家 那种 族群的 关系 没有这么 复杂 没有这么复杂 可以采用 同样的 一种 课程 那么 过后 因为 我们已经 试过了 也把 这个 教材 成了给 这个 副首相 监 教育部长 那么 也让 教育部 在 间接中 知道了 我们 这个 华校 有地质规的 推广 那个是在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后来 后来 我们 这个 教育局 就 给了校长 一份 这个 工作 要校长 在吉隆坡 进行一个 活动 或者一项 计划 你可以 提升 你的 这个 学校的 环境 为主题 你可以 提升 你学校的 成绩 为主题 来做一个 计划 结果呢 我呢 就以地质规 作为 这个 计划的主题 那么 就 成了给 教育局 一个月之后 我收通知 我这个报告呢 被采纳 为 吉隆坡的 这个代表 在 吉隆坡的 这个 刊物里面 登出来了 那么 接下来 两个月过后 我又 接到了 教育部的 一通电话 说 他们在 教育部里面 看到 吉隆坡的 刊物里面 有一篇 报告 他们觉得 很有兴趣 很想多了解 因为他说 你是用 地质规 来提升 学生的 几率 哇 我们非常 感兴趣 因为 学生的 几率啊 在 学校里面 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课题 结果 在两个月之后 我被邀请上 我们的一个 师范的总部 叫做IAB 在云顶那边 特别栽培 校长的一个 一个场所 去向 教育部 四百个 高级官员 讲地质规 我当时还 看下去 哇 每个人拿着一本 因为我事先 已经派了 整四百本的 地质规 给他们 所以每个人 看下去都在 翻那本地质规 都翻那本地质规 结果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 机会 能够让 教育部 尤其是 九十八千 以上的 都是 我们的 有助朋友 能够了解 这个地质规 所以这段 这个 历史啊 也在这边 向大家 报告一下 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 地质规 坦白讲 也不是 只是在 我们的 这个法校里面 其实教育部 也知道 而且 在一次的 这个场所里面 我们 在教育部的 一个场所里面 这个 度学 是一个 印度度学 他是一个 联邦度学 他在报告的时候 他说 我到过 很多学校 小学 中学 读中 大学 我都有去过 我发现到 我发现到 华晓的学生 特别有礼貌 结果 追查 追查下去 才发现到 原来 华晓 有推展 一个叫做 地质规的活动 我听到之后 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一个 全国性的 活动来的 而且 出自一个 印度 异 渡学的 口中 可以证明说 我们 这个 推广地质规 多多少少 也看到了 他的成绩 也被 有足 去认同 所以我在这边 跟大家讲 有关这段历史 是加强 大家 对推广 地质规的 信心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 我看 就只有请 一位在职的校长 好不好 可以跟大家 讲一讲 现在 这个 华文小学 这个华文 这个课 课纲 或者是课本 好不好 因为你们是 现在还在 学校的 所以 比较清楚 有哪一位校长 可以报告一下 或者是 不校长 也可以 你们假如 有教这个 华文的 可以给我们大家 做一个 简单的报告 大概 这个华文课本 是怎么样 现在不是 客气的时候 好吗 可以 大家讲一讲 因为现在 这个 郑会长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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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先报告一下 你的 成分 好不好 老师好 校长好 大家 下午好 我是 杜可迎 我来自 彭亨州 默学不才 我其实是 刚开始 教学第二年 不过有幸 教到华文科 根据我 小小的经验 是 如果说 在推崇 中华文化 在华文科的 教育的 这个 编排里面 如果说 好像刚才 李校长提的 小时候 我的年代 也有 司马光 的一些故事 现在应该 比较少了 可是 有一个 我还看到的元素 是 我们的 纲要里面 还有推崇 古诗 这个是在 DSKP里面 都有强调的 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教学 纲要里面 都有在 推崇的是 古诗 然后 文化 反之是 文化上的东西 好像不多吧 第一年组 更加的少 高年组 我看到有的是些 历史人物的事迹 还是有 据我所知 有三国 的一些故事 会让小朋友 去了解 可是 只是让他们了解 那个历史的经过 还是有 加强在那些 价值上的东西 有吗 徐老师 教掌 各位老师 大家早上 大家下午好 好 我今天就教 六年级华文 好 所以他其实 如果以课文来讲 我们是 他比较着重于 语文本身 至于 中华文化 他可能就是说 要在我们 在跟同学们 讲这个课文的时候 我们要带入 带入那个历史的 那个 我们说 历史的背景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 所以可能在 这一个方面 就是说 我们很看 我们需要是说 老师的那个 有一点文化底蕴 是说 要让学生了解 为什么这个文章 他要这样写 为什么那个人物 他要这样做 可能这一点是 我们可以 用地址归 来去强化老师们 在教学的时候 可能同学们 他会不理解 为什么古人 会这样子做 可以我们用地址归 来加强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谢谢 谢谢刚才那两位 这个解答 我曾经有看过 一篇这个华文的课本 他们其实是用 一个中国的故事 但是他的主人 是一位马来同学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用意在哪里 他们是所谓的文化交流 就是跨这个族群 跨宗教的一种因素 在里面 马来西亚现在都大力地 在推行这个跨族群 跟跨宗教的交流 这个原本是一个 中华的因素 他加插了这个 马来同学 马来因素在里面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忘了什么故事了 但是具体我讲不出来 我所知道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 行动 有这样的一种行动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跨族群 跟跨宗教的一种做法 直到我们国家的这些 文化也好 种族也好 不至于变成太过敏感 这个是我们政府一直在做着的 这个华文课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诗词告诉大家 这个我有点了 我们吉隆坡有一个组织 有一个组织 就是雪龙董联会 配合中学华文科的主任 在去年召开了一个会议 我是受邀之意 就是他们打算 打算办一场诗词大赛 大家有看过中国的吗 有吗 中国的节目啊 他们叫学生出来 朗诵那个诗歌啊 然后解释啊 我们都真的不相信 那个小孩子这么小 他可以背三百首诗诗诗 而且不只是背哦 还能够去分析哦 我看到 所以这两个组织啊 就是从这个节目里面 得到了这个灵感 所以要准备在马来西亚 从吉隆坡开始 办这个诗词大赛 他的这个材料呢 就是引用我们一年级 到六年级的诗词 作为基本的这个教材 就是说 他里面这个比赛里面 可能有五十八千 是来自我们的诗诗 其他五十八千呢 就是超出诗诗诗的范围 看看这个学生 除了去读书里面的诗词 他还有没有掌握 其他的这个额外的诗词 作为比赛的教材 我相信啊 这个会相当的吸引人 因为从来没有办过 他们说假如雪龙能够办得成功的话 那么就会配合其他的州 去办一场这个诗词大赛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第一 就是使到我们的同学 包括家长 能够注意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 文学里面的一环 就是这个诗词 不管是唐宋的诗词也好 其他的也好 这个是我想补充的 老师有没有什么 要补充吗 这个课本的内容 请教一下那个 读宗的课本是 哪一个单位可以编的 语文课本 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华教 比较能够掌握的部分 那从刚刚听的了解 可能我们可以更积极的 比方说 这个 语言 它是 文化里面的 文化里面 Disneyland 文化里面的 文化里面是 线 我 初始终 初始终 我当时 我都会 比方说 下来 四个 国际 准备 教育部长应该找净空老法师谈一谈 结果登出来了 他影响面太大了 不得不找老法师来谈 结果规定两个人去 老法师带着我进了教育部 坐还没坐下来 见到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说 跟你介绍我最重要的两个幕僚 这一位英国某某知名大学博士毕业 这一位美国某某知名博士毕业 我说已经量一半了 是吧 他最顶尖的 通通都是 刘美 刘英的 那我们是 做实验成功的 是用中华传统文化 做成功的 所以应该是 从我们三个族群当中 最核心的价值 从这个价值再去出发去编文章 那这样才是文以在道 其实每一个学生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 怎么让他学的那个文章是真正能够 启发他的性德的 触动他的心灵深处的 这样的文章应该是更好的去深入学习 所以这个老法师他有编一本书 叫世界宗教是一家 他把十个宗教里面最好的都列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相同 都离不开 像基督教强调的 时辰 时戒 佛家讲的时善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是可以求同存异的 那当然 纵使教材编得好 这个老师也是很关键 老师可能文化的这个熏陶更深了 他不只是教文章的时候可以融进去 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个情境 他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点去引导学生 好 谢谢大家 校长好 法师好 大家好 想补充一下刚刚这个课题 因为坐着坐着 听着听着就有点疑问越来越多了 就很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在场的各位都是秉着学习而到来 那我们在谈弟子规的时候都会在想到说 弟子规是一个工具 我们借由这个弟子规 最后要做到的是德行教育 要做到的是育人的部分 但是回到刚刚的课题上 我们谈的是华文教育 华文课本 很想问一下在场的每一位 这个华文教育 华文课本 它是一个教书的工具 还是一个育人的工具 这是我在听着的时候 头脑出现的一个画面 就如大家刚才所提的 司马光有没有列入在课文里面 那如果老实去翻一下的话 司马光这个篇章 是在二年级的华文课文里面 是有出现的 那如果这个道德价值没有出现在我们课纲里面 是不是代表着说我们可以不教 我们到底是在教书 还是我们在做育人 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当教育工作者的 先要自己理清 那个教材的用意是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换一句话说 我们不谈司马光 我们提二年级其中一篇课文 叫《借生日》 如果大家去深究这个篇章的话 其实里面谈的也就是亲情 也就是个笑的表现 这样针对这样的一个篇章 这样的一个DSKB来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落实 在笑的这一块去加强 包括我们地址柜里面一些很好的歌曲 其实都可以在做这个 跨学科融入里面都可以在落实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理清的话 你就会发觉到说 所有的资源其实就是贯通的 哪怕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倡的STEM教育 我们在学校落实的PBL 或是最新目前老师在上课的 就是PDPC 就是要主题式教学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地址规它是可以融入在每一个学科里面 不管是在华文道的或是历史课 它都是通的 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身上 我进到课堂我是怎么想要去上好这堂课 我觉得那个还是回到核心价值 就是教育工作者 我想要怎么上好这堂课 这堂课的最后用意 是教书还是在做育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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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校长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的 是教书教知识还是育人 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 真的要育人 那可能每一篇文章都会跟伦理道德结合起来 假如他只是教知识的 那他可能不会这么积极来融入 那 那 这个 就是一篇文章 它里面所蕴含的道德 大家想一想 孩子会不会学一次 就完全 吸收了 他可能还要重复 在生活所发生的情境 我们当老师的 在多次的提醒 比方说这篇文章是讲校道 当我们了解到 孩子在家里的情况 我们在学校里面 肯定 一个同学的校道 重复加强这一篇文章的核心道德 重复其实是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假如我们把教学当作 终于我这两堂课 这三篇文章我终于教完了 那可能就很难 有这种不断重复呼应的 一种心境跟做法 所以教育 它可能涵盖的是 身教 言教 还有敬教 我们一个教室里面的氛围 我们一个学校里面的氛围 它也可以把 把校道 或者把一些 我们传统节庆里面 这种感恩 都可以融在一个班级跟学校里面 包含刚刚我们校长提到的 连印度籍的官员 都学 他都可以感觉到 我们华小的学生特别有礼貌 那就是这个礼貌 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校的氛围 那就会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所以如何一篇文章 或者一句经句 变成一个班级 一个学校的敬教 如何从老师身上 展现身教 然后又在 很多机会点当中 又有言教的引导 那三管齐下 多管齐下 那这个道德教育的效果 一定会更深的 好 谢谢 我个人觉得 假如要达到刚才 郁文副校长 所定的那个标准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条件 第一 这个老师 必须要熟读 要了解地质规 假如 他都地质规 他都不懂 他怎么用地质规 所以第一点 他必须要熟读 了解地质规 第二点 他必须要活学活用 灵活地用在他的课堂里面 就不至于 太歹板了 举个例子 那个同学 他离开教室 没有向老师 请示 或者是他回来了 他也没有 让老师知道 那么老师就应该 借这个机会 用那句 触必顾 反必面 这个就是机会学习 所以说 假如那个老师 他都不会这句 他怎么能够用 所以第一个条件 老师必须要熟读 要了解地质规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同学们 在讲话的时候 出源 没有礼貌 老师听了之后 他就可以讲什么 得有伤 于清修 让同学们知道说 这个同学 你刚才讲话 没有礼貌 太粗了一点 那么你这样的话 会怎么 会伤害到 你的父母 人家会说 这个同学的父母 没有好好的 教他的孩子 所以使到他的父母 蒙修 把这个得有伤 于清修 这个含义 带得出来 也从那边 讲到什么 亲情的关系 对吗 假如这个孩子 他不时的 无时无刻的 都奠念着 他的父母 怕伤害到他的父母 不管是生理的 心理的 这个就是一种 笑的表现 对吗 所以说 刚才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老师 因为大家都是有 这个同一个理念的 才过来上我们这堂课 我们这个 研锡营 主要是针对 我们孩子的 这个德行教育 德行教育 那么 经过这一次的 这个研锡营 我相信 大家都有所收获 那么 回去 就像 一人不像所讲的 用落实在 你们的 这个教学上 你们的 这个生活上 这个就是 有所收获了 那么 针对这个课题 才有其他的 学员有意见吗 有发表吗 OK 很好 很好 我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蔡老师说 我们现在的环境 越来越 污染了 我们的孩子 学习的意外 那个 那个 心 没那么高了 这个 我相信这个是 时代的问题 其实 各种 手机 优越的生活 没有挑战的生活 安逸的生活 造成的 这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作为 教育的 我们 应该怎么样 去 化解 谢谢 谢谢 最有效的 最好的 就是通过教育 所以说 我们在场的 都是你们都有责任 包括我 不要实际的 不要实际的 就是教地址 家众 家长 认同 德行教育的重要 所以我每次讲这个笑话 我再讲一次 老师们 校长 你们的孩子拿回来 成绩单 你有看到 道德那一科吗 有多少个 家长跑来 找老师 老师 我孩子的道德 为什么拿这么少分的 请问 这边的老师家长 老师跟校长 有家长来找过 你问这个问题吗 没有 他来问你是什么 为什么这次 我的孩子的英文 这么少分 或者是国语不及格 对吗 我提了很多次了 这个就可以反映出 我们的家长 是什么 重视 应试教育 为什么 因为道德不重要 UPSR 你们有没有考道德 没有 不过中学就有 中学考A的人 外面乱丢垃圾 知行不合一 为什么 他说我考试罢了 我未必要做 哎呀气死人了 这个就是这样了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坦白讲 郑会长 其实郑会长 也是盼远他的角色 你看 他不像我们 我们是拿阿公的钱 在学校里面 做工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坦白讲 我们是 必定要做的 因为你是拿工资的钱 来做事 他们没有 他们是民间的团体 花他自己的钱 他的时间 去做这些得意的工作 给他们一个掌声 所以难怪 他们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说 坦白讲 我们真的是要再努力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十九成 我还不够哦 我看老师 这点你再补充一些 下午好 我是来自撒拉越的黄卉芬 其实刚刚 我们有一个同感 问了这个问题 只是现在想要深入 现在教育者 校长 老师 父母亲 都面对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小孩子都拿到手机 现在一级在手 天长地久 老师说 一级不在 天翻地覆 整个家里都找到乱 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是想要提出 也是想要在座的各位 大家提出来 交换意见 当小孩子已经被手机污染了 不能够离手的时候 我们大家如何去看待 因为有一些非常严重 在达飞机过来这里的时候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例 我跟一个我同事友分享了 就是一个小孩子 刚刚两岁 就是一上飞机就哭闹的不停 就是朝着要的那个手机 父母亲妥协 最后妥协 全程飞机 都让那个小孩子 拿着那个手机看 其实要关机的 上机下机都要关的 所以空间也没有办法 我看到这个情景 我的心很 就是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像这样子的 希望在家 在座的各位可以分享 我们 如何来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去 去面对 还有帮助这个小孩 不要让他这么上眼放下 把他注意力放在 外面的生活环境 好像有一个家长也告诉我 以前他们 小孩子一放学 我们在学校 或者在家里都会种菜 那个学校的一部分 现在孩子有了手机之后 完全不动 完全不帮忙父母 他也不在学校种菜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是义务的进华小 教弟子规 这十多年前 被老师感动了 所以义务的进华小教 那时候教小学六年级 校长那时候大力推动地址规 然后我们就在 那个UPSR考试完了 那段时间两个月 天天教地址规 天天训习 校长就为我们找了 前校最顽皮的学生 上了这个六十多位的小孩 上这个课 结果没有到一个星期 已经起变化 所以有一些同学 顽皮的同学 还会带其他的朋友 来加入这个班 所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因为那些孩子 都是来自破碎的家庭 但是很不幸的 校长 校长被调去另外一个学校 所以我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想要请问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保持这个校风 我们一换校长 什么都换 我们这些都心血 好像我孩子本来想要送到那个小学 用这个进教 生教原教 结果 所以请 老师 请校长 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谢谢 感恩 中国有一句老话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其实像刚刚听到校长说 怎么没有一个家长 跑来说 我孩子的德语分数怎么这么低 其实我想到的是 我自己小时候拿的时候 也没有看那个东西 我自己本身 也是在这种氛围之下 成长起来了 纵使我是从事教育的 可是我到底认知的高度到哪里 所以有一句俗话又说 教儿 教女 先教自己 而这个冰冻三尺 我们从一个大的教育方针来看 其实现在 全世界的问题非常多 它的根源是在理念错了 比方说农业界有没有问题 可以讲 每一个行业现在 风气上 都有点偏离正轨 你看医学 以前那个中医师 写了两行字 但愿世间常无病 哪怕跪上要生沉 它动机是什么 它行医为了什么 希望大家不要生病 我药上面都灰尘了 没关系 这是我最希望的 这是医道 所以现在 整个大的环境 它重视的是 知识技能 所以语文重视的 听说读写 所以现在主导的是 工业革命以后 所形成的一些理念 大家注意 工业革命以后 整个思维的状况 比较受工业革命那种生产 你一个人 他要具备哪些 从学习上 语文数学 从农业上 化肥 蛋 灵 好像都加这些东西而已 一切法从心想生 人的心念 没有想到本 只想到末 没有想着深远 只想着眼前的时候 它会呈现在 各行各业当中 所以我们从事 教育 我们应该慢慢慢慢 要走回 中华传统教育的理念 因为全世界谈教育 没有超过中华文明的 这个不是说我们好像 自以为我们很伟大 四大古文明只剩下我们这个文明了 汤恩比教授 他是研究全世界的历史 文化的 他为什么这么看重东方文明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但是毕竟 他偏不是偏一天两天 今天要把他导回来 那可能不是一代人的能力 可以达到了 得要我们看清楚 怎样才是教育的根本 我们看清楚了 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德行 教育两个字 教上所思下所教育 养子使作善也 所以教他成为一个善人君子圣贤 这个才是教育的目标 你不能只是着重在他的分数 他的知识上而已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你看在课纲里面强调爱国 爱国的根在哪 就是我们这一两百年 你说花在教育经费上 能少吗 花在教育的时间 有少吗 都没有 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 一代不如一代 问题数在哪 是教学的理念 已经把根本给忘了 所以这是理念误导的问题 你看爱国 哪一个国家的教育 不强调爱国 可是哪一个国家 现在下一代的爱国意识 越来越高 不是很多 因为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这个是中华文明的智慧 他都在找根本在哪 当我们找不到根本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很好的理想目标 但是都摆在那里 也花时间在教 不一定找得到 产生很好的效果 那再拉回来 刚刚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手机的问题 你看古人讲的 玩物上智 那当我们在看着这个孩子 在玩手机 我们很无奈 手机会上瘾 你看科技 一直在进步 可是科技出来的东西 假如人的定力 人的精神文明不够高的时候 那就被这个科技产品给毁掉了 你看现在杀人游戏很有创意 可是现在的孩子从小打这个东西 他杀了人 他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就麻烦了 那这个都有监管的单位 都要负起责任来 那 其实 手机会上瘾 其实我们成年人 有没有上瘾什么东西 那我们都有了 那小孩呢 古人说的 上有好者 下必胜烟 我们三十岁开始玩手机 他比我们更早 那他当然中的毒会更深 好 那能不能解决 人要解决一个问题 一定是他的认知的高度够了 他认知的高度不够 他很容易就妥协了 他假如认知到说 他孩子现在继续下去 可能以后会跳楼 以后会怎么样 他认知到了 他绝对会忍痛 把他戒掉 问题是家长要认知到 这个高度才行 不然他眼前 不哭了 都是症状节 症状节 其实东方文明的特色就是 物本 他最后要找根本问题是什么 可是现在公立社会所形成出来的 解决问题就是 症状 症状节还会延伸出什么 副作用 你把症状压下来了 这个药吃完之后 它会产生副作用 可是根本的原因 没有解决 还会产生并发症 所以中华儿女 在现在这个时代 显得重要 因为我们有五千年 老祖宗的智慧 而且解决问题 我们也要了解 要解决问题 我的心是根本 不是孩子 我们往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孩子 其实我的心能稳住 比方说 我不强硬到 更严重 因为它形成已经 一段时间了 你一强硬有时候 一掰就断了 你可以循序渐进的 处理方法 而且都要多管齐下 甚至于这样的孩子 可能都要看看中医 他的身心这种状态 多管齐下调整 我们的身教种种 你看这样的孩子 其实出去晒太阳都很少 他的阴气越来越重 好 第二个问题 这个 黄老师 他到学校去教 其实我们 像我们李校长 庄校长 他们执教的学校 庄校长退休了 他的学校 这个夜学都继续办 所以老子中留了一句话叫 不孝友善 无厚为大 就是你要培养出人才 尤其有一个关键点 要形成气候 当形成气候的时候 下一个校长来 这个气候挺不错的 他愿意继续把它保持下去 假如这个气候做得 还不是很明显 他有可能下一个来 他就不重视了 但是岂能净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因为任何事情 都离不开因缘 缘就是具备的条件 到什么程度 我们能够努力到 让下一个校长来 一看太好了 他继续护持 那就没问题了 像廖校长他们 那学校也是都 下一个校长来 都继续在做 因为很认同前面的成果 所以就我们就 尽力就对了 后面的就一切随缘 好 校长 给我们补充一下 针对刚才 我们的学员 这个谈话 我有两个看法 第一点 二十年前 我们华小没有听过地质规 对吗 现在 地质规差不多变成了华小的特色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对吗 这是第一点 现在有孟母三千 从A校 牵到B校 因为B校 再牵到C校 因为C校有交弟子规 孟母三千 是因为有弟子规 这个我觉得也应该 觉得非常 骄傲的 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就 所以说 这个给自己掌声 所以 我这个人 没有什么好处 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较积极 所以我们要看好的一方面 喊到一方面 第二个 回到刚才你那个问题了 做得很好 校长突然间 接到信 掉到B站学校去了 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好像都 化为乌有了 对吗 对 假如我们在想下去的话 我们就悲观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像我们有个学员 来找我 他说 我的孩子的学校 我们应该要推广弟子规 可是 校长 很冷淡 那么 是不是就算了 不是 积极一点 我就建议说 你给我 学校的名字 我就设法 去找那一区的 校长的代表 然后我们就把 那一区的校长 全部找起来 开一堂地子规的课 希望 你的校长 能够从 地子规的堂课里面 改变他的想法 这样你的学校就有希望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有做就有希望 没有做就是零 对吗 这个一个看法 第二个 学校里面 要得到 这个三机构 的认同 这个是最好的 也就是 最好的一个基础 三机构就表示 董事会 家教学会 校友会 或者是校房 基本上我们讲三机构 校房 董事会 跟家教学会 好像一些学校 比如说康乐学校 就是 三机构都很认同 台风来也吹不倒 哪个校长来 校长来到 他也要看的 他看东 看西 看北 看他下去 最后的时候 他想他不会给台风吹掉 所以他继续办地主规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讲 再给一个例子 我最近到一间学校 去交流 那间学校 就好像你所讲的 前任校长 办得很好 正任校长呢 好像有点 不是很重视 那么我们去的用意 就是 把董事会 家教学会 招进来 所以在那个交流会上 那么我们就 告诉董事会 家教学会 的成员 说我们在全国 有推广这个地址规 然后告诉他的好处 所以我就讲了一堂 在华小推广地址规的好处 有人讲 哎呀 校长 你这个整天 你这个好处好处的 好像要引诱别人这样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啊 没有办法哦 没有办法 就是要讲得清楚一点 我直接就讲了 我直接就讲了 直接就讲 在 在学校 华校 推广地址规的好处 大概有十个好处 听了之后 董事长讲 真的吗 我和华语哦 我说真的 然后 家教学会 主席 家教学会主席 也在发言了 过后呢 两个组织都认同了 最后到校长了 校长 难道他站起来说 我反对吗 校长肯定说 既然 董事会赞成 家教学会赞成 我也认同 我也认同 所以我提这个例子啊 作为参考啦 作为参考 像刚才你所讲的 校长走了 那么 另外一个像来 不是很积极 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了 积极 积极就有机会 校集就没有机会 这个是我给的 一些例子 也是我们 这十多年来 所遇到的 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 因为 推广地址规 不是 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不要讲教育部的计划 教育部的计划 自己本身也 有时候也不会成功 对不对 先不要谈 这个是我们 华教 我们民间 认为好的一个活动 对吗 就好像我们举办 辩论比赛 歌唱比赛 那么 他肯定 是要靠 看校方 主要的是校长 或者是 学校里面三级过的认同 对吗 所以说 只要 他们是认同 那么 这个事情就可以办了 那么 遇到一些校长 记忆很多原因 我们所知道的 从这 十七年 走过来 从 对这个 第四个月的误解 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到现在 一些新的校长 就好像刚才 陈德巴说讲的 他的重点 是在学校的成绩 可能 也被 教育部 教育局 压着 要 以学校的成绩 为 最终的目标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 我相信 我们在职的校长 多多少少 你都会受到一点 压力的 对吗 所以我讲了 我一直在强调 在华小的 校长 副校长 老师 你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 就是你公务员的身份 公务员的身份 要把学校的成绩做好 这是肯定的 没有一个人敢 跟教育局的官员讲 我不管学校的成绩 第二天 你就走了 对吗 这个是公务员的身份 第二个身份 就是你 记忆你本身 是一个华人 你就有这个职责 来 教导 华文 成传 发扬 中华传统文化 我讲过了 可能 因为这两种身份 会加重了 你的 负担 但是 甜蜜的负担 我们接下来 坦白讲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整个华社 我们整个华社 能够在华教这方面 做得这么好 都是 沈慕宇 跟林连玉先生的 智力 更新 对吗 是不是 我们是 是 长在 石头 编上的 花草 虽然营养不够 却少雨水 可是我们活下来 我们可以经得起台风的清晰 我们不会倒下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力量 我们越搬越好 反而那些长在沙土上的树木 小雨来了 它就倒下来了 对吗 所以这点是我们整个课程所营造的气氛 我们所要的 也就是你们可以过来参加 因为你们也不是被迫的 对吗 你们也是自愿来参加的 对吗 所以我们都记这样的一种精神 一种理念 我们就继续干下去 好不好 交回给老师 谢谢李校长 我们听了李校长这一番话 首先我们要学到他的人格特质 他永远都是positive 你的学生假如交成这样的人格特质 那没有事情做不成的 再来李校长刚刚强调的 用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 你要懂得铺垫音源 造源 把这个源造到形式比人强 校长都得点头 当然我们是为了好事 做到让这些家教协会 董事会 因为你所付出的 他会一直积累的 让这个地区的认同度 都不断在提升 哪怕校长来了 应该这个形式上还是非常稳健的 那这个是校长已经发出来了 这个讯号 大家有任何需要 You can call me 你看 从 我是 就是 你看各个地区 你看这个策略很重要 你可以从上往下 这个地区的 这个 我们 这个 校长执工会 这个地区 现在我们蔡校长很支持 那蔡校长 今天还讲到了 两个年轻 年轻的人 可能有做事业的 拿钱出来 我要印地区规 在你们学校 我负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年轻人 他以前 小学的时候 学过 他得了利益了 他现在赚了钱 他来支持学校推地区规 所以我们拨下去的种子 都没有白费 再讲一个 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们最近刚好 到彭亨 国家公园 我去了三天 遇到那个 那个饭店的 是他父亲 他父亲是拿都 他才25岁 他去管理 这个25岁的年轻人 说 我9岁的时候 就学地区规 他今年25岁 他可能是最早期 所以大家注意 现在已经发超过 一百万本 16年 继续努力下去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有沟通的 共通语言 做人做事的标准 地区规 这个对下一代是 很可贵 影响深远的工程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继续努力的 不能中断 老儿上说 文化复兴 不是一代人能做成的 要三到五代人 弃而不舍 那这个是 从上往下的策略 还有从下往上的策略 吉林松花江中学 我跟着李校长 去东北参加过 参观过他们学校 他们是因为一个老师 努力 结果这个班级 校长经过巡视的时候 这一个班级学生 特别专注 每一次升级典礼 一望下去 那个班级的学生 精神面貌特别好 吸引了这个校长的关注 最后校长充分了解之后 觉得非常好 就向全校推展 他是从一个班级 一个老师做好了 影响到校长 而且他们本来 成绩是比较差的 在那个地区 后来校长很有使命 他说我公务员生 就在这里 我不动了 他都做过组织部的官员了 他可以升迁的 他不要了 一直做到底 结果他的学校的成绩就 往上提升 然后他的学生 去参加高中考试 刚好那个教师 有孔子像 他学生一进去 看到孔子像都行李 那官员说 这哪一个学校的学生呢 结果成绩就快速上去 所以我们虽然必须 兼顾现实 但是有老祖宗的智慧 现实可以孤 理想也可以同时并静 只要孩子懂得孝道 他的学习成绩 也会跟着上去 包含地址规里面 这些学习的心境态度 都会对孩子的成绩 有直接的影响 有传统话 就有方法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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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